我常在讲这个事情就是说 中国研究真的越来越困难 中国内政的研究越来越困难 有时候不是学术研究 也不是政策研究 它是一个情报分析 谁拿到情报比较快 那谁最后就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大家好 我是Mence Faye 嗨 我是Melody 欢迎收看 斐怡所知 那这个路易莎莎 因为去了美国 她去度假 所以今天是Melody来代班 然后最近大家会常常看到Melody 她刚来也吵吵一下人气 那今天的阿姨想知道 我们是要谈一谈中国刚开完的这个两会 好 那这个Melody 我知道这个坊刚是你写的 你在写这个坊刚之前 很老实的告诉大家 你知道两会是什么吗 知道啊 你真的知道吗 因为我其实是 每一两年就会写到这个题目 但是写完以后我就忘记 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知道 所以好啦 那两会到底是什么 其实两会呢 是中国 你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国会 对 他其实是最高的 宪法里面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 第一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另外一个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对 那以前我们其实在两会常常会看到 他有一些重大的宣誓嘛 那这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讯息 真的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难解读了 所以他们难得开了一个会 虽然我们大家知道他们是橡皮图章 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开会的报告会出来 所以大家就赶快就忙着就解读了 是 那最近的外媒呢 有关于两会的报道真的就非常的多 OK 比如说他每一次开两会的时候 一定会开了这个总理记者会 突然就没了 对 被消失了 对 大家就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 然后比如说包括说 他在这个两会的报告里面 一再提到这个什么 新职生产力 新就是新质量的职 这新职生产力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梅乐蒂你有关于两会你想要知道什么 两会除了总理记者会之外 其实我想要探讨一个 算比较深入的议题就是 在两会召开之前 很多的外媒就在报道说 两会召开前 中共中央应该要先召开一个叫三中 对 那什么是三中呢 三中其实是 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 那它为什么重要 原因在于说 三中多半都是决定中国未来 可能这一年这五年 它经济发展的方向 对 我们所知道中国最有名的经济改革 改革开放 其实就是邓小平在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面公布的 对 结果这一次可是问题是没开 对 我完全没有开 对 像刚刚范姐讲的 真的是中共就是 因为稍微政治比较封闭 所以我们真的是 有一份报告 就能够赶快多看一份报告 结果现在越开越少 连三中这么重要的会议都没了 连报告书也没了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解读中国 对 好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请到了我们的中国专家 就是王信贤了 虽然他已经来过我们节目很多次 但是我们还是快速介绍一下 他的背景好了 那王信贤老师呢 其实他是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那他也是台湾很有名的中国专家 而且就因为他对中国方面看法非常的精辟 所以很多的外媒也很常去采访他 既然他来了 我当然希望他评论一下 就是这一次金门发生这个海巡署撞传的这个事情 我们谈判的谈得好不好 然后有关于就是中国的这个灰色侵犯 我们的准备到底准备的好不好 我们也想请这个王信贤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王信贤怎么说吧 信贤我们今天是主要是先讲一下两会嘛 先跟大家简介一下两会是什么 然后跟那个19大20大有什么不一样 所谓两会就是全国人大跟全国政协 他大概是在每年三月初的时候召开 那当然就是说不一样 就是一个是代表全国人大是代表政府的 他是全国最高权力机构 如果说以民主国家来讲 他就像国会一样 那政协是政治协商会议 就是说共产党他在跟一些民主党派 社会贤达或者是民营企业家等 他形成了一个就是政治协商 他是参政议政机构 那所谓的就是我们讲18大19大 当然他是党的机构 他是党的代表大会 那人数当然差异也不会太大 就是说全国人大的委员 像这一次是2900人左右 通常大概3000个以内 那全国政协大概2200个 那党的大会大概2400个 那当然很多人讲说 全国人大跟政协 它是个花瓶党 就是花瓶的机构 就是大陆有一种顺口旅很形象 中国有那个四套领导班子 党 政府 人大 政协 他们说党是负责挥手的 政府呢 他是负责动手的 政府去做事 人大呢 是负责举手 负责表决 因为在宪法上面 就是人大监督政府 对不对 政协是负责拍手 OK 所以这跟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 也是有关的 就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好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关心呢 那党跟政府 听起来党比较重要啊 听起来党是负责那个嘛 听起来是比较重要的那个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两会呢 当然每年的两会 尤其是就是党大会之后的两会的 像去年的两会就很重要 它要决定政府的人事 所以很重要 或者说政府的重要的政策 比如说政治跟经济 经济跟社会 经济跟社会相关的政策也很重要 两会是每年举办一次嘛 有什么样人事的变化 例如说这次大家想去看 秦刚跟李尚辅的缺到底是谁补 那补上来之后 他会不会在哪一个位置 例如说 国务院的国务委员 所以包括人事 包括政策 其实都还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 就是至少在这个决策体制里头 我们看到的 相对来讲 它是相对公开的 尤其是每年人大闭幕的总理记者会 大家就很期待 总理会不会讲出不同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这个议题 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知道说 它这个两会的代表 其实是有各省嘛 还选出来了 对不对 那所以照理说 应该也是有台湾省人大代表 对 那这个台湾省人大代表 它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按照过去来讲 就是说台湾省的代表团 它是有台籍人士 或出生在台湾的人士 但因为那是好久以前了 对不对 那现在台湾代表团总共13个人 没有一个是出生在台湾 也就是说台籍人士 可能是台籍的第二代 第三代 那在大陆 但基本上去看他们的背景 都是什么全国台联 台湾联谊会等 对 OK 反正 就是一个代表性 它就一个象征性 很像以前我们那个老国代 老立 老立委 就是还有大陆代表那种 OK 好 我觉得我在外国的新闻上面 看很多都在讲说 那个总理记者会 它是一个例行的东西嘛 今年就没了 那你跟大家讲讲 这个总理记者会 没了 是不是真的世界蛮重要的事 我想过去的经验 就是有时候 例如说温家宝的时期 他曾经在总理记者会 当然有出人意表的讲话 那甚至李克强 我们看到李克强 曾经在总理记者会 提出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 不到1000块人民币 那当时习近平正在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个精准脱贫 那等于是跟习稍微有点对冲 我觉得我们的理解 都是当场就给他打脸 你这样讲也是可以啦 好 然后呢 对 那就是说过去可能 这个总理记者会 他还例如说当场点 很多都是安排好的 但他也要稍微表现一下 就是说那可能会照顾到 一些国际的媒体 对 如果点一下CNN 点一下那个New York Times 对 但就很担心 其实他们是不受控 所以总理记者会取消了 当然这是一个因素 就是说可能会存在一些变数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在于 总书记跟总理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党跟政府 国务院代表是政府 他们中间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 当然最近很多人在讲 就是说这代表什么 那当然代表了 党完全负责决策 而国务院他就是个执行机构 过去国务院 他其实还是有些执行机构 虽然按照党章 按照各种方式来看 党永远是在指挥国务院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例如说在温教堡时期 如果李克强的第一任的前半段 稍微国务院还是有一些决策的权利 但是后来 经过习近平的各种权力的集中 那集中到现在 变成是总理跟总书记之间的关系 总书记变成再上 那六个常委再下 变成上下之间的关系 所以从这次观察 除了没有总理记者会之外 还有其他可以观察 例如说我们看 这一次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基本上跟去年年底的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 完全一致 Copy 也跟两会 大概前一个礼拜 开了财经委跟申改委 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基本上也是一致 OK 再Copy一份 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 就是说 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 跟党 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基本上是一致 基本上是更确立的 就是习近平 他完全可以决定所有事情 对 另外还有一个是 这个三中全会 这个三中全会 又是干嘛的 中共当然就是说 他的党大会 刚才主持人提到 19大 20大 对不对 那个叫党的大会 对不对 党大会 接下来还有中央委员会 例如说党大会开完之后 立刻开中央委员会 决定党的人事 再来这两会之前 通常隔年的两会 会通常会开二中全会 那个就第二次的中央委员会 他决定政府的人事 比如党的人事也决定了 政府人事也决定了 组织已经上马了 对不对 三中全会就在决定 这一届五年 非常非常重要的 政策的方向是什么 好 可是我照理说应该是在 三中全会应该是在 两会之前要先开 对不对 其实过去每年都是在 两会之前 大概10月到12月中间开 大部分都在10月开 就已经确定大的方向 那两会再去按照这个方向 再去制定比较细的内容 那像过去几年 就习上任这几年 也有出现过在两会之前开 就二月底开 那就已经很近 已经离两会非常近 因为他有重大的改革 例如说他要通过 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改革 但这一次到现在都没有开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反正习说算 所以也不用开了 当然我觉得过去很多传闻 有人说跟美中之间有关 或者跟内部 包括火箭军 包括这个秦刚李尚服 等这些装备系统的 火箭系统有关 但有些说经济的大方向未定 其实各种猜测都有 我最近这两天 还传出一个更劲爆 就是说查到后来发现 以前摄入军工系的 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摄入其中 所以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三中全会不开 但我个人其实没有这么支持 就是过去海外传的好多的讯息 其实我都没有这么支持 那后来证明我是对的 因为各种讯息很混乱 但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习在的时期 真的很多 真的很难讲 例如说我们常讲 就是说刚才讲的是三中全会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个政治局会议 一般来讲政治局会议 大概一个月又开一次会 但去年曾经有三个月左右 都没有开会 就是说习在的时候 因为底下都他的人 你看政治局常委 那政治局 政治局委员 都是他的人 但这次没有开 我觉得真的有点难判断 当然有人说 是不是开过 我们都不晓得 也就是说习在的时候 属于这种 所谓的那个black box 真的很难去打开 所以我常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 中国研究真的越来越困难 中国内政的研究 越来越困难 有时候不是学术研究 也不是政策研究 它是一个情报分析 谁拿到情报比较快 那谁就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例如说20大 20大的人士的常委 七个常委 基本上大部分都猜错 华尔街日报 猜对了 猜七七八八啦 对 他猜中六个嘛 对不对 那其中有一个他未定 但基本上他 但我就觉得 他们有人拿到讯息 但这讯息怎么来不晓得 那山东全会现在没有开 我觉得现在 你从各种角度来看 都应该要开了啦 从人事的角度 从政策的角度 从好多角度 可是说实在 习上台的时候 我觉得过去很多规则 变得越来越困难 以那个规则有点不见 对 好 那这一次在两会里面 我看到一个外媒 讨论很多的 他们就讲到说 那个习近平有提到 说要推行一个 叫做新直升产力 然后来作为中国的 这个发展方向 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新直升产力是什么 然后这个东西 对于中国的经济 到底有没有帮助 这是过去这几个月 媒体很感兴趣的 外媒其实一直在问 问我们这个问题 所以这里有点难 就是说习的任内 其实出了好多 一些新的概念出来 例如说过去共同富裕 那共同富裕弄到现在 其实很多人也不是这么清楚 他到底是在做什么 那新直升产力是去年8月 习近平到黑龙江 他去做调研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舍弃 国际传统的这种生产 要走向一个高质量 或者是高技能 要注重人工智能 要5G 怎么讲这一些 听起来就像产业升级 对就是产业升级 那当然就是说 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 第一个当然产业要转型 第二个可能遭遇到 人口红利的问题 中国的人口 就是他们常讲 这个生不如死 对不对 人口红利问题 所以你要透过 更具有效率的生产 还有一个当然有些人提说 是不是因为 美中战略竞争里头 美中科技战 那科技战让 让中国 尤其是在半导体 这个部分 遭受很大的问题 但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 大家都觉得说 你新制生产力 那就是高科技嘛 对不对 所以 当然外媒也传出来 就是说 很多地方政府 不晓得怎么做 但是我们从 最近这几个月来看 新制生产力 一直出现在 中共党跟政府的报告里头 包括从去年12月 到今年2月 地方开的 两会里面 也都在出现 地方政府在提 新制生产力 但是 做实在就是高科技 它只是用一个话语 去把它包装起来 但是我其实 还想到一点 所以这个概念上来讲 其实不是新的 即使在中国 也不是新的 不是新的 但是呢 当他去年 提这个东西的时候 让我想到 他在2021年的11月 通过一个 第三次的历史决议案 那个决议案 当然就是说 习对于党史 对于百年历史的发展 有了新的诠释权 不过他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他里头一直在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或者是中国的发展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就是代表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那当然他要讲什么 他要讲的就是说 马克思并没有消亡 马克思主义没有消亡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中国其实也没有消亡 而且他还变成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中国模式 中国现代化 这条路是走得通 那马克思主义里头 一个很重要 是生产力跟生产关系 所以现在中国 他用新的方式 在诠释马克思主义 就是最重要的那个生产力 他把它叫做 新职生产力 这个既符合中国的国情 也符合世界的潮流 我觉得他在意识形态 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好 那意识形态 他想做这事情 我可以理解 我现在一直就是说 那他做不做得到吗 所以大家都在摸索 还在摸索 对 包括你看这一次 他就是政府工作报告里头 政府工作报告 每一次都会提所谓的科教新国 就谈教育这个部分 他这次非常着重 就是教育要为科技人才服务 就所有东西 你现在就是科技科技科技 心职 对 几乎都是围绕这个 我们一再再讲这个东西 就是他科技上 他还是要创新 他这个制度真的有办法 搞赢美国吗 我觉得难做还是挺高的 就是说过去那一种 就是说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觉得还是有自然的规律 那科技其实技术 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那这个自然规律 他如果没办法突破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困难 其实大家都很关切 虽然说距离美国大选 其实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但是其实我 我其实可以用皮皮说 在形容这样子 然后因为主要是 现在看起来很明显 就是川普跟拜登 这两个就是又要再对上了这样子 而且目前看起来川普 还蛮有可能赢的 就是说在中国的角度来看 他们在他们眼中 川普跟拜登哪个选上 对中国会好一点 在美国对中的部分 我想川普跟拜登 当然非常非常不一样 川普做的是单边 就是以美国为主 他去对中国 不管是各个领域 但是拜登非常非常不一样 拜登透过的是同盟 透过的是打群架 我们看到包括在晶片 Chip 4 对不对 在各种安全 包括AUKUS 包括四方会谈 再来就是五眼联盟 Find IS 那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哪一个比较困难 就是川普是不可预测性高 但是真的难对付的是拜登 他是透过同盟的方式 但最近的发展 我觉得是讲 从中国角度来讲 其实川普也还不错 虽然不可预测性高 但是他是可交易的 那可交易 中国如果手上的筹码够 他就可以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对不起 信贤 我必须要再讲一次 上一次川普选上之前 中国打的是这个算盘 后来就发现打错算盘了 不是吗 最重要的是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拜登他采取的是打群架 去处于同盟的方式 但是各位要知道 美国现在所有的盟友 对川普基本上 信任程度都不高 所以导致的结果 有可能是 如果川普上台之后 他要采取的是 那种同盟的方式 来制约中国 那个漏洞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多 让中国可以各个去突破 其实中国现在 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在欧洲 那反正我觉得 我们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可以去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 到时候到年底 看谁选上吧 因为目前实在 真的看不出来 好 那在两会上 有提到说 这个要坚定不移的 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但是呢 拜登他自己在国情之文上 他就直接讲说 要坚决维护台海和平 好 那这两个 我觉得基本上是 讲了 我觉得 你也可以说 他讲的完全不一样的方向 但是 你也不能说 他完全没有重叠 所以我想看看 你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我记得上次我在节目讲 就是说去年 旧金山的拜席会 大概双方都已经决定 要去控管 控管台海的军事风险 我想这是他们的底线 美国现在非常担心 除了在俄乌 在中东之外 又有一个新的战场出现 另外当然是 着眼于美国之前的内政 他的选举 也就是说台海 如果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话 那他不能 如果他变成是美国 选举里头最重要的议题 那拜登政府在这个议题上面 他绝对是比不过川普的 川普对中 就是说他各种 不管是各种选举语言 或各种什么 其实他可以去批评 拜登是非常非常软弱的 好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美中之间 是不是有可能在 共管台海的军事风险 你看我们选举结束 选举结束之后 媒体立刻问拜登 就是立刻喊着 他问他说 对台湾的选举有什么看法 他直接就回答说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那后来当然又讲 我们遵守一中政策 就是这一类 那布林肯也讲相同的话 也就是说 其实美中在这个议题上面 基本上他是有点共识的 甚至我们看 最近金门的事情也是一样 你看美国其实没什么反应 国务院的发言人 或者是苏利文 在被媒体问到的时候 他就讲两件事情 第一个 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第二个 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是非常一般的 没有讲太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面 他们中间有共同的底线 这个其实是有点明显 所以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你觉得金门事件 中国那边也没有 就是反弹的很厉害 然后美国这边 就台湾这边当然 我觉得就是息事宁人这样子 就是两边都有 刻意冷却的迹象 包括美国也是 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 但是我认为 中共其实正在做一件事情 在台海做一件事情 在不对美国国家利益 有利己影响的状况底下 对台步步紧逼 我觉得现在包括M503也是一样 对 好 这个我们待会会细谈 但我们先把两会讲完 在这个报告书里面 有人就注意到说 和平统一这个文字没了 那是不是表示 我觉得和平统一这个 反正统一这个东西 是不会变的 那和平没了这件事情 感觉上就有点敏感 这样子 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 真的是有点 要改变方针的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是过度解读 这完全是过度解读 为什么会说少了和平统一 因为去年李克强的报告里头 有提到和平统一 对 但是我们看两会接下来的发展 习近平下团组 他到政协的团组 在民革 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他有一个民主党派子 长这个样子 他在里头谈和平统一 王沪宁他也下团组 他到台湾团组里头 也讲和平统一 王毅在外团记者会 也讲和平统一 后来政协的政治决议 也讲和平统一 所以我就证实了 我讲就是说 之前是过度解读 而且说实在 我觉得中共的政策 它有它的连续性 不是说你这么的 以几个字的变化 就会发生改变 而且这次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头 他还讲和平发展 你讲和平发展 讲祖国统一大业 那这个跟用非武力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再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中共的党政的分工是很清楚的 国务院向来就是负责 经济跟社会相关的议题 对台完全不是国务院的议题 所以你要从国务院的东西去推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 应该是要去看 在今年的2月20号跟23号 2024对台工作会议的内容 你就看王沪宁讲什么 或者是下团组的时候 习近平讲什么 那个才是关键 好 那接下来 习近平在出席政协会议的时候讲的 他就说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 农业 人文 青年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这个呢 是不是表示他想要加强交流了 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中共对台的政策一向有四个东西 一个叫反独 反对台独 促统 促进统一 促容 促进经济社会融合 这个就是促容 还有一个叫做反对外部实力干涉 一直是四个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文件里头 你把它全部排列组合 不管怎么排列组合 你把它放进去这四个框架里头 基本上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去看 其实李强的报告里头 李强的工作报告里头 除了没有使用武力 其他也都有 几乎所有人都有 所以我觉得说实在不用过度解读 简单来讲 就是说他促容这一块 是习近平任内里头 其实还挺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他的促进两岸融合 跟吴锦涛时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吴锦涛时期当时叫做会台政策 那这个会台政策是什么呢 就把好处就是做到台湾内部来 包括我们看到什么拭目于气措 好多的包括莲雾啊 凤梨啊 释迦等这些采购 农于就是很多的采购 对不对 就是把好处 简单来 从他们角度来讲 就是把好处做到台湾内部来 习近平时期呢 他是把优惠政策放在中国大陆 那你吸引台湾人去 我常常讲这个叫做 从客厂的融合到主厂的融合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OK 好 那还是不要想太多 对不要想太多 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 这个3月10号政协闭幕了 那决议书里面就有提到说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 深化两岸各领域的融合发展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有人就在讲说 这好像是在暗示 中国可能要开始接触台湾 非民进党的这些其他政党 有这个意思吗 其实在做 我觉得他也在接触民进党 对民进党他其实也 我要讲就是说 中共对于台湾内部 很多研究是很深的 虽然影响不了选取 但他该做的他还是做 例如说民进党内部 他还是会去区分 哪些是强硬派 哪些是文革派 哪些是可以接受的 那当然再放大到 整个台湾的社会来也是一样 哪些政党他觉得是可以接触的 可以做什么 社会团体也是一样 所以我要谈的东西就是说 这是中共向来统战 最基本的东西 连左拉中打右 去分化对手 什么东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不会这么意外 因为这样的文字其实也出现在其他的一些报告的内容里头 但这是他过去统战的传统 对 这也不是新的就对了 也不是新的 真的也不是新的 好 那我们还是回来讲一下金门好了 那金门这一次的事件发生 你觉得是不是很严重 在两岸关系上 我觉得蛮严重 严重的是 我要讲就是说 发生在金门的海域 金下海域的类似的事情 其实一直都有 那只不过这一次是两条人命 其实今天还有 我们在录的时候 也是两人失踪 有两条人命 那当然这一次是没有 没有我们的海巡追逐的事情 我要讲就是说 过去其实越界捕鱼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都会有 在这些禁止或限制的海域里头 那过去常常的事情就是说 我们金门的海巡 海巡弟兄 就是把人给 把船给扣 扣了之后呢 打另外到厦门去 到那个交界中间 把人带回去 就是这样就结束了 就两边其实 我觉得啦 两岸之间在前线执法的 这些人 其实他们还都还挺熟 而且关系还是不错 但这一次的原因就在于 我觉得时间点 时间点它就是出现在 就出现在我们的选举过后 那当然就说 再加上这是个偶发事件 是有两条人命 其实是蛮严重 从中共的研判来看 你看他们派过来是谁 他们派过来是全州的红十字会 简单 就是说这件事情的解决呢 其实有两个模式 一个就是金门协议 就是90年91年当时出现 就两边的红十字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这个当然就是政府之间 你可能就是海鸡 海鞋 当然白手套 那还有其他单位 那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他觉得 今天民养政府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过去是海巡跟海委会 你想造成一个印象 那就是两岸在没有九二公司的情况底下 还是有官方之间的沟通跟互动 所以他们就踩得非常非常硬 当然我要讲就是说 北京的角度来看 他也是从政治来思考这件事情 绝对 我想双方都在从政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你去看在前线的谈判 对方的包括家属 包括就是红十字会 还有我知道海鞋 我也派了一个处长过来 他们都没办法解决问题 你看他每次谈完之后就出去打电话 那上面就有一些指示 所以谈了十五轮谈不下来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事情涉及到 我们这边的人就可以决定吗 我们这边派去的人当场可以决定 我觉得也是要出去打电话的吧 对 但是至少我们这边的层级 是稍微高一点 你看我们是海巡署的副组长过去 他可以决定一些事情 那决定的事情包括什么 包括赔偿的问题 包括什么问题 但对岸要求要道歉这一类的 但我要讲的事情就是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果来办在事情发生之后 他所讲的就是惊吓之间 没有所谓的禁止跟限制的 水域的事情 他也不是讲海域 他讲的是水域 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 海域跟水域有什么不一样 那当然他觉得海就是海嘛 对不对 那是今夏之间其实就是内 内海有点像是水嘛 OK 所以说就是就是有一点讲 就是说今夏之间 其实是没怎么讲 是我们都是一国的 对对对 就是内部问题 其实是有政治遗憾的 另外当然就是巡查的常态化 就是在今夏这边 福建海事局他要巡查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已经上升到法理 那法理的东西就是说台海内海化的问题 就是在这边行时间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中共那边 他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在 简单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最近这几次都是用事物性的议题 在处理战略目标的问题 像这个是事物性的问题 M503也是事物性的问题 但是他透过这样的事情 他在处理非常高阶的 关于两岸之间主权的问题 对这就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 就是灰色侵犯的其实手法之一 我觉得他这几年用的手法 就是说他不停的去试探 用不同的方法去试探 你有哪些动这样子 我觉得像上次无人机的那个事情 就是一次 OK 然后好 那比如说我们想出对策之后 他其实就可以不用再用同一招了 那这一次我觉得进门的事情 也是又一次 我觉得现在我看到的时候 就是他这一次就是要跟你打法理战 就法律战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就是又要凸显一次 就是我们没有准备好 就我不知道你在看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这个法理战上面 跟中国 比如像碰到这样的事情 需要谈判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目前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这个有 当然很多层次了 就是中共他最近在处理的事情 他要做几个目标 他的政策目标 当然第一个就是影响施压 就是赖金德上台之后 准总统 对不对 你520的就职演说施压 再来一个他要去测试 现在蔡团队跟赖团队 他的交接过程当中 你怎么在处理这些问题 还有整体来讲 你怎么在回应两岸之前的问题 例如说我们M503 我们的回应是净团零 那当然很多旅行社跳脚 对不对 那基本的事情是这样子 还有好多事情的回应 我觉得不是这么优 这个答应我们再来谈 还有一个当然是 他要去测试国际的反应是什么 例如说M503这条航线 频繁在这里进出的 这些飞机的这些国家 包括日本 韩国 东南亚 他们有没有讲什么 事实上没有讲什么 这条线是在国际平衡组织 是同意的一条航线 那美国有没有讲什么 好像也没讲什么 M503大家都没有讲什么 所以现在就变成中国在用这样子 就是既成事实 M503就金门的事情 其实国际也没有讲什么 就他透过这样的方式 步步进逼 把很多东西寄成事实 其实他的这一套 也应用在好多地方 比如跟日本的钓鱼台的问题 跟菲律宾的南海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西南空域 ADIZ也都是用这个部分 所以他其实在测试 用这个东西在测试 好多好多东西 那刚刚你问的问题 问的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 从选后到现在 中共频频出招 国内办当天晚上说 民进党不代表台湾主流民意 对不对 隔两天我们诺鲁被拿走了 外交部 对不对 再来国安部提出来 反分裂国家法立件悬空 对不对 接下来M503还有金门的事情 当然金门我觉得比较遗憾 我们也要从人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是我发事件 但是我觉得背后都是准备好的 简单来讲 北京不是1月13号才决定这个事情 这个结果其实完全符合他们的预期 我自己所了解 就是中共很多的涉台的智库 他们在研究台湾的选举 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我要讲说 不只是总统的得票率的那个差距 连席位也非常非常接近 我自己当场听到的一些事情是 都很准 只差民众党 他们说7席 后来变8席 所以我要谈就是说 所有的智库送上去的报告 都是这个结果 难道党中央涉台的系统 他不晓得 他一定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他们都准备好 而且你看还是蛮有节奏的 所以我要讲一个东西 其实说从中共的角度来讲 他一定是 好你今天各部委 在这个选举的结果底下 要对台湾施压 大家手中各有什么样的工具 那拿出来拿到中央去 工具箱在那里 对 那就开始说 什么时候可能我们丢出什么样的议题 看台湾什么反应 可照理来讲 我们应该准备什么 我们要准备相应的东西 我们也要想好 各部会 对啊我们自己也要想好 我们要做什么 对各部会你今天开始 把可能涉及到两岸 中共会对台的 例如说经济部 对不对 陆委会当然要总其成 对 然后我们的国防部 或者是好多民航局 好多还 就是海巡 好多单位 其实你要相应的准备好 可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感觉比较没有了 那还有一个 其实就是说 刚刚我们提到了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出来里头 涉及到涉台的部分 那外交部就先回应 外交部先回应 就是说 点案关系由外交部先来回应 那是一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当然有点是偶发 对可能在记者会 但北京会认为说 你怎么用外交部来回应我这个问题 而不是陆委会 陆委会第二时间才回应 而且内容全部都是 两岸互不隶属 所以我要谈就是说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一再的测试 你现在 你交接了 交接你分别的态度是什么 那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我自己还是觉得蛮担忧的 那另外一个是 国安局局长那个蔡明彦 他到立法院去做 两会的专案报告 那这结论里面 他大多是偏重在什么 军事威胁 认知作战 这样子 其实都没有提到 我们刚讲到 就是法理侵略这个部分 你觉得 我们是不是在对 中国的这个灰色侵犯上面 因为灰色侵犯 真的是有各种各式的方法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 太缺乏想象力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各部门都在做 所有关于涉及到 两岸关系的好多的部门 都在 都有这一题 这一题常常摆在非常前面 所以大家都很忙 我知道好多这相关单位人都在 处理认知作战 灰色地带 等这一些 但是对于中共对台政策 我们真的是不可以小看 那我现在再问你 你觉得你说他这个 他这个中国嘛 他不停的就是在 他很多层次 然后会掏出不同的工具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预期 接下来还会有各式各样 不同的工具 一定会掏出来 那当然 就是说他商务部已经 讲得很清楚了 关于ECFA 反倾销这个事情 他12月21号 弄的是石化业 对不对 那很多 找收清单里头的 包括纺织 钢铁这些东西 那他说他也要处理 那我们这边到底跟业者 沟通好没 对不对 当然两边体制不一样 还有很多 我觉得像旅游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自己 有没有办法 再去说服我们自己的旅行团 旅行社等这些相关的业者 很多 其实我觉得我们各部会 其实都要想好了 就即便是站不上 就只站到一点点边 你大概都要去想 你的对策是什么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中共今年 去年中共对台 我觉得那个主着 中国是大交流 那个大交流 当然来自于 就是他二十大开玩 对不对 他新的一批人士上来 还有很重要是 台湾今年要选举 一月初要选举 他去年就是做大交流 但今年他的主軸 我慢慢摸出来 就是国际 透过国际来处理 一中原则的事情 过去他讲 一中原则的时候 常常讲就是 台湾自古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等这些东西 反台独 这一类 最近你大概就看得出来 例如说 他们跟诺鲁的建交风暴 把联合国2758决议案 放进去 王毅在二月底的 德国慕尼黑的安全会议 他讲什么 他讲 开罗会议 跟波斯坦宣言 波斯坦会议 其实就已经决定了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过去这几年 中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国际的权势权 或国际过去历史的权势权 你看他们做了很多 包括开罗会议 亚尔达会议 波斯坦 旧金山合约 2758决议案 他们都投入了很多的人力 在进行研究 就是要去扭转整个国际 对于一个中国 就是过去 就是说一中原则的国际化 还有最近他们签了好多 关于战略伙伴关系 以前都不 你跟某个国家签立战略伙伴关系 那跟台湾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最近这几次 这几年签的东西 都把一中原则放进去 也就是说 他其实在透过国际的方式 在处理一中原则 这是我觉得今年他在做 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以目前的这个局势来看 我觉得国际上 我觉得一般来讲 应该是比较接近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说我知道 我知道你中国认为台湾是你的 就我只是知道 我没有说就是承认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以为国际上 一般来讲是吃美国这一套的 在国际上 这个说法是占上风的 当然要看数量 例如说 中共所谓的亚拉非这些国家 他对一中原则 你看王毅 王毅这次在外长记者会讲什么 他讲就是说 国际的一中原则 全家福的照片 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 那当然他有他自己内部宣传的方式 但我要讲就是说 我们真的还是要特别特别去注意 就是中共对台里头的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中国 我觉得过去这几年 让我觉得有一个很强的感受 就是说那是个极权政体 习近平是个独裁者 这样就结束了 那再来呢 他对你做什么事情 你有办法吗 就很多事情就说 他就是这样 可重点不是说 你觉得他就是那样 他是个坏人 他是个什么 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好好再去思考 就是说中共对台的政策里头 他手中的工具箱非常的多 包括国际的设台的 当然有很大的部分 他是在自己做内宣 但我觉得宁可 我们应该好好的在 我们常讲 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就是各方面我们都要想的一些 也可以讲底线思维 用他们的话来讲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就是讲到说 他这个对国际上真的特别的关注 他现在就讲到说 习近平去年的年底 他在这个会议上就有提到说 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他基本上就是说 要对他国的法律跟国际法 要发动法律斗争 就是我们刚才讲 他其实现在对于法律的这一块 他现在有就是自己搞了一个部队 专门在打这个东西这样子 我知道他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的对手 我老实讲 应该是以美国为主的这些欧美国家 他们在这个法律上面是行之有年 这个是他们家的专长啊 所以你觉得中国发展这个东西 在对抗欧美国家 就是在这个法理斗争上 你觉得他有胜算吗 我想就是说 以我所了解中央大陆现在的法律 尤其是国际法 还蛮受重视 那这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去看他不只在 在这个时候提到 他在二十大的政治报告里头 也提到涉外法律的问题 好多的会议里头 其实都有提到涉外法律的问题 那其实早就在做 但是真正让中国 他更努力的去想这个问题 其实是在孟晚秋 在加拿大 就是华为的公主的这个事情 他们觉得 这个长臂管辖 也就是说 你今天国际法治这个样子 有可能有人透过国内法 是可以去管辖到你的 到其他国家去 所以他们在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所以据我所知 就是国际法的学者 其实最近在中国大陆 非常受到重视 就是把很多国际法 你什么东西涉及到美国 涉及到欧洲的 这东西都研究出来 当然也包括涉台 大陆有一些涉台的智库 还成立了国际法涉台研究中心 也就是说国际法里头 有哪些东西跟两岸关系有关 跟台湾有关 这个东西要好好研究 我觉得我们也要好好研究 真的是要好好研究 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研究 因为有些时候不要说 还没出真的没有打仗 在法律 在法庭上就先打输了 对 这个现在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 这过去我们在观察 中共所谓的对台法理斗争 其实分两块 一块就直接对台湾 对台湾的一些法律 另外一部分就是透过国际 刚才我提到 其实我觉得包括在国际上 对于一些历史 对于一些会议的诠释权 也是属于这个领域 另外一部分就是 国际法里头 涉及到台湾主权的部分 他们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对台也是一样 包括我们看到 对台其实还有好几个层次 一个叫做处统 就是以前大陆 还有人提出来 学着台湾基本法 或者是统一法 但我觉得这个几率 其实不是这么高 你对台有一个统一法 那这个统一法里头 你要涉及到什么叫统一 什么叫独立 那你要统一的时间表 到底是什么 那你做不到怎么办 都行注成法律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略 回旋空间比较小 另外一个就是 反独的法律 就现在2005年的 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尤其是它第八条 使用非和平手段 里头有一些比较模糊不清的部分 把它修好 习近平上台之后 尤其2019年12讲话之后 已经形成 他的对台的思想的东西 他把它放进去 因为这个法律是2005年 他把它放进去 又要修法 或有什么施行细则 还有一个部分是促容的法律 最近大陆学者有人提出来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法 就是提台湾人 在大陆所的权利跟义务 对 这一类 还是要留意 我觉得当然 你可以完全不理他 可是你不理他他来理你 对啊 问题是他一直来惹你 那怎么办呢 你总是要有一些对策吧 还是要有些准备啦 就是说谈判也是要一些准备 我们这次谈判 我觉得还是不大了解老公 期间谈判吃了很多亏 那你吃亏不是说你吃亏就不谈嘛 你吃亏你要去知道原因是什么 例如说台湾其实还是有一大批的谈判的团队 马云九时期就是两岸11次会谈23项协议 那当然这个事情大家怎么评价 我觉得那有另外的评价的方式 但至少我觉得当时你看每一项协议 每一项协议都谈了好几十轮 所以我们的各部会里头 包括经济部的国贸局 包括好多你看谈了这么多的协议 那这个协议你看两岸共打 对不对 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我们的法务部 我们的警政相关的单位 其实很多人参与 其实都有这些谈判的经验 但你要去讲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从08年开始 对不对 都是几年前的事情 有一些当初参与的人 其实可能退休了 可能年纪比较大 但过去这七年 当然是七八年 当然是没什么谈判 没什么谈判的机会 这次金门的事情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谈得不好 你弄这么 当然如果说我们的期望 我们的期望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期望是 苏能谈下来 我也是一样 你爱怎么谈不谈 可是它就是没有一个终点 我们要的东西就是 好 停损嘛 对不对 那不要再弄 对不对 那另外把你那个什么 什么禁止跟限制的海域 这些话你把它收回去嘛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负损难收 对 所以我刚提就是说 用这些事务性的议题 在推进它的战略目标 其实已经好清楚了 好啦 今天非常谢谢信贤 好 谢谢 今天我们讲一下take away好了 我讲一下我印象最深刻的几点好了 那第一点当然就是 从这一次的两会 还有包括三中全会没开成 那这个结果结论就是 习近平的这个权力越来越集中了 集中在他身上 真的是习皇帝了 对 没错 那至于提到那个什么 薪质生产力这一种 大家也不用想太多 基本上好像就是 旧瓶装新酒 好像是没什么心意 不过范姐 王老师提到一个蛮有趣的点 就是其实旧瓶装新酒 的另外一个另外一面 其实是 中国开始想要把马克思主义 重新诠释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听到这点的时候 我觉得蛮压抑的 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东西 为什么中共现在突然 要把他拿出来 然后甚至他想要 重新给他包装 好像说 因为马克思主义 其实就是共产党的 你可以说是阿公好了 现在他现在是要把阿公拿出来说 重新给他上装 然后说 其实我是阿公的孙子 这样子 这个讲法我觉得蛮有趣 可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很意外呢 因为我觉得 其实中国跟俄罗斯之间 一直都有在争执 就是说 谁是真正的马克思路线 谁才是正统的嘛 所以以前 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 中俄之间 其实因为这个 也就有两个路线不同的争执嘛 那现在以中俄的这个环境 这个他们的关系 这么密切情况之下 尤其中国现在很明显的 在经济力上面 是远大于俄罗斯的 所以他想要 重新定义这个东西 就是把这个话言抓过来 其实不是太意外 但其实王老师有提到一个点 他说 中国共产党现在 可以说是目前地球上 仅存的剩下几个共产党里面 最成功的一个 对 所以那尤其现在习近平 他又想要重新掌握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把一些过去的理论全部拿出来 证明他是一脉相承的 然后跟全国人民说 我们不止一脉相承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朝这个正确的路 往下走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蛮合理的 好了 所以我们看看习近平治下的这个共产主义 会变成什么样子 OK 他的权势到底是什么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今天王兴賢讲的另外一点 我其实蛮惊讶的是 以中国的角度来看 他认为啦 他觉得川普选上可能对中国还比较好 对 这个也吓到我 这个我觉得蛮奇怪 他就觉得川普会比较好对付这件事情 我觉得蛮奇怪 你是不是也很惊讶 对我也觉得超惊讶 因为上一次2016年的时候 大家都看得出来 一开始中国对川普当选 觉得好兴奋好开心 这个是我们可以多一个朋友 没想到当选之后 这个所谓朋友马上拿 马上拿狼头敲中国脑袋 对 中国吓到了 对 反而拜登可能还比较有一点预测性 我可能还跟他可以有谈判的空间 川普这个无法预测 你要怎么谈判呢 对 可是 我觉得王兴賢那个讲话 也还蛮有道理的啦 就还蛮有道理这样 那有关金门这件事情 我其实觉得后来 当然事情事件一开始爆发的时候 这个新闻写的很大 但最后其实你感觉上 是不是有一点现在越来越 就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 甚至雨都快要停了 我觉得大家好像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慢慢的移走了 那今天王兴賢讲的也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件非常的严重 其实是要非常严肃的对待的 然后当然我觉得让人家 让大家很隐忧的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 我们政府在这方面还是没有准备好 就是每一次中共来试验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好像我们就有找到一个新的洞 这样子 可是我这里也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啦 中共呢反正它这个灰色侵略 它有清潜白的一种不同的方法 它就是会不停的试探 我们台湾到底会怎么样反应 我觉得国人自己也要知道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会一再的不停的发生 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赶快把自己准备好 知道洞在哪里了 我们赶快把它修好 或者也不用太自暴自弃 是没错 那你对金门这件事情呢 你看吧 其实王老师提到一个蛮有趣的点 就是说其实在过去马政府的时代 因为跟中国有非常多的往来 也谈判了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政府里面各部会都养很多谈判专家 但是但是现在过去的这七年 就是蔡政府的这七年 可能因为跟中国已经开始没有那么多往来了 所以导致好像大家都有点生疏了 所谓谈判技巧什么的都生疏了 对 所以王老师才觉得说 金门这个谈判 他不觉得是一个成功的谈判 他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太久没有谈了 对 那他甚至他甚至也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在前面讲所谓中国研究 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变情报研究 我觉得这可能也对于我们未来要谈判 是一个很大的麻烦的地方就在 我们是不是真的太不了解中共 对 那如果我们这么不了解中共的情况下 要去谈判的话 这件事情就可能就变得有点困难 嗯 好啦 那今天对于王兴贤讲了 还有我们两个讲 大家有什么意见 非常欢迎来留言告诉我们 所以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